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夕 这边 太好了 这本《玛丽苏爱情日记》 我终于买到了 那是 爸爸 嬉子 放学还不回去吗 我陪同学买完书 打算要回来 你们好呀 叔叔好 叔叔好 电梯在这边 我带你们过去 喂 小夕 好羡慕你啊 感觉你爸爸好帅 也很靠谱 有吗 不觉得 当然了 想想我爸爸 中年秃头皮小肚 还老爱放屁 你爸爸看起来 就很可靠 好羡慕啊 去吧 路上小心点 嗯 我们走啦 叔叔再见 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了吗 怎么做什么 天啊你掉下去了 还卡住了 我爸 就像被夺射了一样 我为什么要手切按下去啊 完全扒不出来了 完全不动了 进电梯的时候 好像看你爸爸 在看那个 禁止触碰的按钮 会不会 爸爸 应该不会吧 叔叔都是大人了 又不是熊孩子 你看错了吧 对啊 应该是故障 也是呢 对不起啊小夕 这个不是经常 在新闻看到吗 电梯故障什么的 跟我爸爸一定没关系了 而且他就在外面了 不要 不要说了 不要再说了 爸爸 爸爸还在吗 快找人来帮忙啊 小夕 稍等一下 我暂时不能动 为什么 那个 其实 其实我正抓着电缆 阻止他下坠 天哪 那叔叔岂不是很危险 没事的了 唉 收工吧 今天也没跑到啥好心 冷静点 冷静点 电梯坏了吗 对了 正在维修呢 麻烦你们走楼梯吧 叔叔 你抓紧点 不要放手啊 我们好怕掉下去 电梯事故了吗 还有小孩子 快把摄像机打开 让台里现在 给我们连线直播 等等 下面为各位观众 带来一则惊心动魄的 现场事故直播 据悉 正是我旁边这名男子 同手抓住了下坠的电梯 拯救了里面几名小孩的生命 我不是 我不是 上面好像 有很多人 爸爸 有人来帮忙了吗 被困在电梯里的孩子 焦虑地喊着爸爸 原来这位先生的孩子 也在里面 观众朋友们 在如此紧要的关头 一心只为孩子的他 用自己单薄的薛弱之躯 停止了这台巨大的机器 不禁让人感叹 父爱的伟大 这死即场 误会越挠越大了 结束吧 死也要 把手冲出来啊 这位父亲看起来非常痛苦 是坚持不下去了吗 千万不要暴手啊 千万不要暴手啊 加油啊 堅持住啊 谢谢你的孩子 太好了 消防队员及时赶到了 小心点 还好吗 总算是安全打开了电梯门 安全获救了 下面我们采访这位小妹妹 对他爸爸父爱如山的感人举动 有什么感想 小妹妹 刚才在里面害怕吗 知道是爸爸救了你吗 不害怕 我知道爸爸一定会想办法救我的 虽然爸爸有时候很孩子气 但是一到关键时刻 总是很靠谱的出来保护我 看来这位小同学 非常信任他爸爸呢 您好 作为商场负责人 请问贵方 对这次事故 差点酿成父女两人天人永格 有什么想说的 或者要跟这位父亲道歉吗 请这位父亲 以后不要再触碰封禁按钮 若再次出现钩断电线 导致电梯停运的情况 我们将依法索赔 难道 习 习仔 东爸爸 叫消防叔叔来解开一下手吧 抢出来 也要迟到了 都怪你啊 收拾那么久 搞了第二集都迟到了 我可是人气角色 总不会有人来看顾兮吧 还不是作者贡献太慢了 你居然也好意思甩锅作者 对啊 还有制作方 我才是主角吧 都别吵了 现在的剧本是要赶紧去体检教室才对 A教学楼三楼 到了 怎么没人啊 是不是搞错了 相信我吧 肯定不会错了 等等吧 估计去其他地方检测别的项目了 只能这样了 话说回来 听他们说体检要脱衣服 虽然不会脱工 但总觉得有些难为情呢 你不是韩川那个变态笨蛋少爷的知情小伙伴吗 这也会害羞啊 这样说过分了吧 而且我也不是他的什么知情小伙伴 虽然韩川很烦人 但本质也不坏吧 天天被这么说 怪可怜的 下次对他好点吧 你脱了 你住手啊 你这死后子 这下好前十啦 小蕊 这边好多校服 先借来换上吧 嗯 怎么会有这么多衣服在这里啊 估计是他们体检脱的吧 唉 先脱了湿的换了吧 等等 这个体检名单 王百瑞 王子强 韩川 等等 这是 男生组的名单 我去吧 来了 根本没必要体检嘛 我们这么健康对吧 百瑞 吓死你 还吵着蓝师傅的弟弟还跟我说不坏草啊 相信我吧 肯定不会错了 该家死的人是你啊 要不是你害我们衣服吃的呢 小兄弟啊 别吵了 等下被发现怎么办 不好了 我的裤子不见了 不是这件 也不是这件 难道 你现在穿上还有机会出去 我也要会被当场变态吗 你们熬着啊 不过 趁现在说不定可以看到王百瑞换衣服 就是这边 混蛋挡住了 太恶心了 滚蛋啊 怎么啊 墙子好像晕倒了 不知道啊 先赶紧抬去医务室吧 男生们过来签个字 就是现在 他们走了 快出去 什么声音 你不要过来啊 是什么 啊 你没听到这边有声音的 我 我的脸上了 你醒了吗 小笨蛋 该起床了 上班要迟到了 反正有你在 我不上班 在家乖乖做你的太太好不好 小傻瓜 要你做全职太太你又不肯 对了 下班我接你去试婚纱 别忘了啊 真羡慕你啊 有个又帅又有钱的男朋友 你们下个月就要结婚了吧 恭喜哦 酸死我了 快下班吧 我看他在外面等你呢 亲爱的 你今天好早啊 我们分手吧 有人告诉我 你曾和一个鸡毛男子 并称脱裤双侠 甚至没穿裤子 去男更衣室偷他的衣服 不是这样的 亲爱的 你听我解释 别再说了 我无法接受另一半是个变态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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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未来 我的未来 我没有这样的未来呀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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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声音 快流 刚刚 是什么 呕吐 韩春确实是能变态 但是本质并不坏 天天被这么说也怪可怜的 下次对她好点吧 下次一定 对不起了 快跑 成瑞出去了 应该会想办法救我们的 让开 顾兴 你去哪里 等等 这狗为什么笑得这么阴险呢 不是要诚心报复我吧 快回来啦 不惜 怎么会在这里 该怎么救那家伙出来呢 有什么办法 这样还是 有了 小夕 你怎么从 百锐 帮我把男生都叫过来好吗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和大家说 干嘛呀你 怎么回事啊 都在门口了是吗 那我说啦 哎呀 讨厌啦 你讨厌什么 而且你为什么从里面 因为人家 人家不小心看到男生们换衣服了 你们突然进来 人家一时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罗姨就一直躲着了 其实因为这里是女生的体检室 你们走错了 佳佳刚来过 没听她说呀 应该是不好意思说出口吧 毕竟 女孩子都比较害羞嘛 我想大家会把教室还给我们女孩子吧 哥 为什么你那么熟练啦 到底在哪里学的必杀机 双腿站得跟银串似的 还有连红个炮烧插糊啊 确实是我们有错在心 没事 我们马上就走 应该的 就是就是 走吧走吧 没想到顾熙也会有害羞的时候呢 刚刚看到她 我仿佛看见了全班女生那副羞涩的表情 真是不可思议呢 女孩子嘛 碰碰手指都会不好意思 真是可爱呢 我们应该 你别踩 你别踩 这家搬家公司呢 姐姐比较熟悉 工作内容也轻松 很合适你兼职 这要免得你一下课就跟些不三不四的人在外面游荡 行了表姐 既然答应你了我会去的 最好如此 这是你们的新助理 来 进来打个招呼吧 你好 我叫龙齐葵 欢迎欢 惩罚昇 殲罚混蛋 翼山表姐 你知道我和这混蛋有仇 还带我来 你先冷静点 你也有脸提有仇 6年前 大家都是在一个胡同里长大的 年长的我经常带她们玩 投我吧小魏 词奇小魏这丫头老跟着我 可是有一天 这死丫头趁我睡着了 跑进了我房间 居然我 你说你带辣椒 还是破开的那种 这一个日期不能下床 我到医院才保住了我的棋花 简直伤透了我的心 你在下着什么 明明是你趁我游泳换衣服的时候 透了我裤子 这年我都已经十岁了 十岁啊 什么嘛 不就是小孩子打闹吗 跟这种人讲多了没用 我回去了 不可以 你忘了怎么答应过我的妈 又想回去当不良少女了是吗 好吧 把里面的地址都登记下吧 这么多 钱多可以不干哪 还没享受过社会的毒打吧 混蛋 拖弄完了 可以了吧 还挺快的 接下来把那边杂物搬进去吧 我是助理 不是干苦力的 社会就是这么残酷 你可以不干啊 老子搬 终于 全部 这个单子好像写错了 刚刚那批东西是客户的 你还是搬回去吧 我看你就是故意的 这个社会啊 就是 又是你 我都用火 不干了 真倒霉 遇到 你是 新来的助理吧 没事吧 是龙七魁小姐吧 打给听一山说了 是 是我 那一起上去吧 你能来太好了 最近老板不在 有点忙不过来的 这个哥哥感觉帅气很成熟 心跳好快啊 好讨厌 啊 断了 不小心在那地上都还要吃了 所以把这些弄完基本就可以了 嗯嗯 那个 还不知道前辈怎么称呼 我叫顾英俊 你应该还没二十吧 叫我俊哥就好了 我十七 英俊哥你呢 我嘛 二十九了 马上快三十了 看起来不超过二十五呀 二十九那岂不是和我差十二岁 不过算了 年龄不是问题 哦 对了 现在都这么晚了 要是不嫌弃 你到我那边吃短饭再走吧 离之很近 哦 可是我去英俊哥家吃饭 英俊哥的女朋友 不会生气吧 说什么傻话呢 我现在啊 都没对象呢 耶 那我们走吧 爸爸你回来了 才刚坐好 爸爸 这是我女儿 十岁了 是不是很可爱啊 都 都有十岁的女儿了 别站在门口了 进来坐吧 不好意思啊 随便吃点吧 只是有些普遍加上菜 希望你别介意自己 反之是 来 不要客气 尽管吃吧 家徒自闭啊 你这菜 想客气都不行啊 姐姐 我给你夹电酱油拌饭 这是我拿黄豆酿的 味道很好的 对 对不起 我去上个洗手间 冷静一下 爸爸买了新测纸回来了吗 呃 我又忘了 我去楼下商店就行了 谢谢 阿琴 坏灭了 就当今天一场梦吧 直接回家得了 葵 站住 是你啊 我现在够烦了 别来找我了 什么意思啊你 不会信息玩失踪 我都说了不喜欢你 躲你这么久不明白吗 可恶 我看你根本就是故意的 去死吧 小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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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 英俊哥 来人了快跑 现在的年轻人 真是乱来 还好不高 英俊哥 你怎么 刚刚你手机一直在想 我看你一直没上来 所以就下来找你了 还你 谢谢 我 我蛋了 还要上来吗 嗯 好像啊 爱上他了 嘿嘿 也不搞定了 又有了新处理 终于不要每天整装去到门面了 还是大哭傻传的爽呀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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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再次 王妞 MG限量本自由钢弹好评在售 限制要250元 哇 阿许快看 这个图年一直想要的梦幻机型 又发售了 啊 我又不是金甲尼 不过 骏哥 你原来喜欢这些吗 说不上吧 只是小时候觉得 拥有这种模型 简直就是身份的象征 您要这时间看广告 还不如都看看教育力气 其实啊 所谓的富养女 并不是没有道理 曾经有观众私信我说 女儿已经二十岁了 十分败金和势力 这位爸爸非常自责 觉得是小时候 没给她优秀的物质条件导致的 童年时期 就算是陌生人 只要给她买零食 就把她当作好人 久而久之 就形成了物质之上的价值观 这是各位家长 在教育小孩方面 万万不可松懈的问题啊 不 不会的 我已经叮嘱过很多次了 这个月的工资 得拿出65%还房贷 15%叫房租 还有5%叫学校的伙食费 爸爸 还有 爸爸 怎么了 披萨吃起来是什么味道啊 干嘛突然问这个 只是好奇是什么味道 是不是像面包加上土豆啊 我都没吃过 久而久之 就形成了物质至上的价值观 不会的 不会的 相信不会的 爸 我回来了 宝贝孩子 快过来给爸爸康康 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结婚对象 身家千万的煤矿老板 我们马上移民美国了 到时候会暗示给老头子你寄养老费的 我怪女 爸爸 你跟我反对 再不接有我猜 我不同意你带过赛斗回来 干什么 我只是问披萨是什么味道啊 决定了 从今天起 我也用抚养的教育方式 就用这个存款 怎样啊 我跟你讲哦 人穷自不穷 又有骨气 所以披萨到底是什么味道 小夕 你爸爸还没回来吗 平时这个点应该到家了 偷偷告诉你吧 小夕 昨天你爸爸 来拜托我帮忙一件事 昨天你爸爸来拜托我帮忙一件事 让我帮他介绍份坚持 就帮帮我吧 拜托拜托 好吧 正好我有熟人缺帮手 估计这会儿还在忙吧 我最近也没有什么特别要花钱的地方啊 我想 大概是因为受到了些触动 所以想让小夕你过得更好 现在也没什么不好的呀 比起有钱 我更希望 鸡仔 我回来了 爸爸 要很久了吗 回去吧 麻烦你了 阿絮 什么话 爸爸 你为什么又找了一份兼职 因为这样才有更多的钱 给你买好吃的 可是比起吃好吃的零食 还是放学回家跟爸爸在一起比较开心 你说什么 听不太清楚 我是说 还是跟爸爸在一起 比较开心 你说什么 倒数点 什么也没有 我以后会早点回来的 我从公司打包接合饭 吃 吃吧 爸爸还不吃吗 果然 还是跟爸爸在一起比较开心吧 最近爸爸都回来得好晚啊 要不 我们去找他吧 我接的兼职地点 就在这附近不远呢 就在这里了 爸爸呢 再等等吧 准备收工吧 知道了 还说今天会早点回呢 大骗子 鸡仔 他加班兼职 想必也是为了你 天下父母想的都一样 想把认为最好的东西 留给孩子 你现在还小 可能不大了解 你爸或许不是最称职的父亲 但一定是最努力的那个 相信 你慢慢地就能体谅你爸爸那份心情 他下班了 跟上去吧 那边 是往商场的路 看样子 是打算给小夕买礼物吧 前两天确实有在说披萨 如果要他这么辛苦才能换来的 我宁愿不要 小 小夕 你现在就是跟爸爸说 爸爸 如果你辛苦赚钱才能买披萨 我宁愿不 我 我不玩机器人的 这是我买给自己的 你不是说努力工作 是为了让我过上好日子吗 你不也说比起这些 跟我在一起更加开心吗 这个专门呢 让我看看 爸爸好慢啊 说好了夏宇来接我 同学们都被接走了 就剩我一个了 小猫咪 你也在等同伴吗 过来让我抱一 原来在拉把吧 还是算了吧 糟糕 已经是这个时候了 答应了要去见顾西达 俊哥我跟你一起去吧 我也要走了 俊哥你也没带伞不是吗 家里伞坏了 没想到下这么大的雨 这样的话 等一下就能一起撑伞了 那个画面 就像一家三口吧 好害羞啊 不能再拖了 我得马上去找顾西了 雨都停了 现在快等了一个小时了 得快点 对不起 我来晚了 雨都停了 我都不用爸爸接了 还来干嘛 我已经很努力赶来了 还不是怕你傻瓜 一样等在这里 那是因为我知道 爸爸找不到我 会担心的 你这丫头 我也知道你怎么想的了 不过今天 怎么这么直率 坤平时可是会说 我才没有等爸爸呢 我哪有 我根本不会这样说话 我只是举个例子 还有上次那次 明明想要我抱 却故意说 爸爸 我脚好痛 好了啦 你这孩子 我也只对爸爸才这样了嘛 西仔 看我的 我哪有谁啊 我哪有谁啊 同学们下课 喂今晚的聚会你去吗 今天周三下课还要去打工呢 不去了 你这臭丫头最近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喊你出来玩都不来啊 他把头发都剪短了 该不会是又撩上哪个男孩了吧 别弄了 你别说了 上次追他的那个 静止了 唉 还是我男朋友好啊 你看我这手表 意大利名牌呢 意大利名牌呢 你就好了嘛 我那位也就送我个插缝十三吧 不贵 八千多吧 首期啊 我男朋友也说要送我 我觉得 还是太昂贵了 可不是嘛 把几次篮球冠军的奖金都买这个 真是笨蛋 唉呀 还真是伤脑筋呢 唉 不过幸好你这几次没去一起玩 免得当我们的电灯库 前阵子还说什么29岁的小哥哥 他也是骗人的吧 哈哈哈 走吧走吧 有种这两个必吃 所以拜托你了 金哥 打没有 不行 真的很简单的 只要露一下脸就可以了 下班我还要回去 检查系再功课 嗯 才说我也没钱消费啊 真的只要一下哦 半小时就够了 而且是免费的 免费也是随便的啊 嗯 免费 说不定还能带不上回去 只好几天哪 好吧 几点出发 等会下班再过去行驳 可以 不过这身衣服 军哥有其他衣服吗 没 这不行吗 挺好的呀 哦 你们都在啊 刚好路过买了些甜品 要吗 嗯 这身行头就好看多了 记得到时候把头发整一下 我知道了 嗯 这间会所说我爸朋友开的 要什么随便点吧 算是我为你赢得比赛的庆祝吧 嗯 老公你好棒啊 哎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都是些弱鸡 我一认真就打爆他们了 就是呀 毕竟你是又高又壮的 呵呵 你别跟我客气嘛 今晚我请 客气就是看不起我这个朋友 有够恶心的 有人来了 我去看门 你好 呃 请问小葵在这里吗 在 在里面 谢谢 靳哥 过来这边坐吧 应该有一米八五吧 比我高啊 过来没迷路吧 没事 挺顺利的 真有小哥哥 看起来还行啊 听说有人的男朋友 又高又壮 可恶 你可不要输给他 放心吧 不就是高一点嘛 顶多就是个打工仔阿淑而已 也不知道穿的什么野鸡品牌衬衫 哈 鲁宾纳尺 那是意大利的名牌啊 纯手工制作 一件至少也得 几千上万啊 你快想办法呀 有了 微信加的好友 然后假装无意间 聊到朋友圈 接着就可以晒出 我在国外度假的奢华生活 这位老哥 加个微信吧 以后能常联系 不好意思啊 那个 我没用手机 不是吧 什么社会了 没手机 不过你们要找我的话 我可以给你们一个号码 有事跟他说 他会转告我的 这不是私人秘书吗 看来不是一般的豪啊 小夕快起来了 昨晚看平卵到那么晚 看你困呢 我去上学了 路上小心啊 西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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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清早的 西仔 西仔醒醒醒醒醒了 西仔摔了吗 西仔 别吓我呀 醒过来了 西仔 没事吧 走开呀 怎么了 拿一头 让我看看 这是哪里 我爸爸呢 你们是谁 十一 怎么这么严重啊 不就是摔了一下吗 您先坐下 不用这么紧张 可能是碰巧 震荡荡脑内神经 造成短暂性失忆了 短暂性失忆 对 看检查结果没问题 这种情况 虽然不多见 但一般会在一两天内康复 真的没问题吗 没事的 留院观察吧 那我去办住院手续 抱歉 麻烦你了 说什么傻话 快去看西仔吧 阿絮 阿絮 西仔 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 我是你爸爸呀 怎么了 我是你爸爸 听起来让人很不爽 唉 那你自己想想 你爸爸是谁 叫什么名字 我爸爸 的名字 想不起来 疼好疼 没关系没关系 想不起来没事 我爸爸的名字是 他 他 汤 汤姆克鲁斯 别给我跟电影怒混了呀 那都是白人了 那你自己说说 你叫什么呀 汤松山 你叫顾熙 而且人家是克鲁斯 俊哥 刚在路上 撞进柳絮那家伙 了解了大概 所以过来看看 不过你们要是 一开始通知我 就不会搞得这么麻烦了 我们用场景重现回忆法吧 什么意思 就是说 你们妇女俩 有什么难忘的回忆 重演一遍 说不定就想起来了 嗯 有是有 应该是西子第一次放学 我背她回家吧 感觉一下子就长大了 简如此 更不说说 我们重新演绎一下吧 交给我们吧 演戏可是我们的强项 他们待会儿演第一天上学 我去接演的场景 这说不定会帮你恢复记忆 哦 从小到大 一直走哪儿都带着你 现在你上学了 一时有点不太习惯 以后开始慢慢成熟 不再念爸爸了吧 想想 有点寂寞呢 爸爸 背我 感觉我演小鬼喊你爸爸 真是给你占便宜了 你这智障 演小鬼不是很合适吗 你小子真带走啊 啊 爸爸我去滑了 鬼女 我也是 回复我今天就要打爆你这个不小女的狗头 来啊慢点 给我举手啊 西子 你不要过来 女孩 你说你受伤了 吓死我了 你是 什么 难道你真失忆了 连我都不记得 怎么会这样 太残忍了 我不就是 你老公吗 真是的 你这家伙别跟我称人之威啊 你什么意思 是想理解我们夫妻间的感情吗 到底有何居心 还想装到什么时候啊 我才没说过 看 这照片就是我们关系的正名 连南边都没有修掉 这么拙劣的P图 你是想骗谁啊 而且左边飘着的人头是我吧 你屁干净啊 有个头是怎么回事啊 想不到我们的恩爱照 居然无意中拍到你的本体 你这飞头 滚啊 不信 不信 我好担心你啊 你没事吧 难道他们说的全是真的 你不记得我了吗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 我是你十多年相亲相爱 无话不谈的好闺蜜啊 今天特地来提醒你一件事 这个是你杀父仇人 你千万不能心怀上他哦 够了 双方腕腕腕出现又在瞎扯些什么呀 作为女孩老公的我 以诚信担保 她说的全是真的 你的诚信早就变成气体 被你排出去了好不好 是太龙 是太龙 是我 真子弹啊 我们说好要拯救地球 快回去 这里排斥够多了 其实我今天是代表全班同学 过来慰问的 听闻同班同学住院 大家都很担心 对于是为表诚意 每人像花一枝做了 大花圈一个 我看你们根本就是来搞事啊 小夕真是太可怜了 说回来这样烦她都没反应 估计连说她爸爸幼稚之类的话 都不能激怒她 别说了 说她爸坏话是妓女啊 怕什么 反正她现在也不 她才不要去 你真可怕 这傻瓜 我都说了 小夕你反应这么大 是不是想起什么了 对哦 我也不知道 我一听到那句话就很生气 脑里浮现出若隐若现的影像 这样的话 说不定继续刺激她 能想起什么也说不定 要是有效果 赌上性命也不妨一事 你爸爸是最没用的大人 人是强求 你爸爸跟我一样 求求你们欺负女孩 像女孩这样的女孩 才不会因为这件事就发飙 况且就算永远进不起来也没关系 我会照顾她一辈子 不用怕 我的公主 不会有人欺负你 我将会是你永远的利剑 正好却把衬手的兵器 别跑 快跑啊 救命啊 你同学都回去了吗 我从家里给你带了一些衣服 晚上换 爸爸 我的鞋子呢 我想回家 鞋子 不在床底下 等等 你喊我爸爸 是不是记忆恢复了 刚刚给同学一闹 好像一下子就想起来了 太好了 太好了 小心 小心 爸爸 别闹 别闹 没事就好 爸爸 你再哭 我哭是谁害的啊 出门时不是告诉你路上小心吗 大耳怕疯了 对 对不起 这么大的孩子了 别整天让人操心 自己能走 我可以 大家都来了吗 小夕 你爸爸呢 在外面跟其他大人聊天呢 你好 幸会幸会 小夕小夕 你看那位 好漂亮啊 那是谁的妈妈呢 给我站住 一目了 原来你是顾锡的爸爸呀 我女儿 经常提起你家顾锡呢 你女儿是 就是在那边 愉快玩耍的那个 看他们感情这么好 我们这些当家长大 也就放心了 我的妈妈很厉害的 是人民警察呢 哇 好酷啊 会带枪吗 太热了吧 我记得 我记得 小夕的爸爸 也是警察吧 没有啊 上次去买书的时候 你爸爸 不就是穿了一身 白色的制服吗 真的吗 一直都没听说哎 各位 你们都误会了 我不是警察了 我是宝 你们都懂的 叔叔你 是卧底特警方 顾锡这么能打啊 也就不奇怪了 是啊 这就说得通了 买个后空飞 后空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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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给孩子们秀一种吗 后年轻的爸爸 要加油 后空飞 后空飞 你不要一脸为难地看着我呀 不行 这时候我不能拉垮 后 后 后空飞 太简单了 好严 大家快点 找点地方出来 习子 这次我相信 我一定可以的 真可以 我做到了 成功 唉 别难过了 失误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我理解你 有时候只要女儿开心 我什么都愿意啊 您是 我是这丫头的父亲 没人比我们更爱他们 嗯 没错没错 那是因为 另一半还没出现嘛 以后有男朋友 就不会了 这发色 你是小 好喧小的爸爸 现在讲这个 还太早了 你女儿是顾锡吧 我儿子可喜欢了 我家孩子大大咧咧的 说什么喜欢不喜欢 还太早了 这别担心 好喧小胆大心细 估计会直接表白说 我喜欢你之类的 那我女儿的话 大概会回应 我一点也不喜欢你 可能我这么描述 你感受不太到 你知道 平时她在家里 都是怎么说的吗 我模仿一下她的口气啊 我喜欢那女孩 这辈子一定要和她结婚 滚边去吧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你孩子家家说话这么粗粗的吗 抱歉啊 这已经很文明了 小玩儿嘛 到玩过家家 积累点经验也不错嘛 就是 长大以后也不容易被渣男POA啊 这也才几岁 搞什么早恋 我不同意我不同意啊 我也不允许 这思想也太老旧了吧 你们总不能保护他们一辈子 我就是能保护他一辈子 看看哪个臭小子敢乱来欺负他 就是就是 小孩子之间的事 大人就不该过多干预 你们小时候难道就没有跟女孩子好过吗 就是当过野猪拱过别家的小白菜 才知道 这是多么可得的行为 为伤害我家女儿的事 我统统不允许 他们说得对 话不投机半句多 你 我儿子一个嫉妒带颜费两百万 亲家公 我说 一切也太狗了吧 冷静点 老爹他这是在利诱里 是啊别上当中计了 糟糕 差点上了他的大 小小小小 过来 姐弟你叫我 你告诉我 是不是真的喜欢那个 两条辫子的小姑娘 喜欢的不得了 赶紧把媳妇争取回来 你休想 左边 不可能 从他头上越过去 对 我去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小小 没事吧 爹爹 他好厉害啊 我就问一句 相不相信吧 还用问 当然了 好 我们父子齐心 来吧 这个儿媳妇和这枚娃娃亲 要定了 你总之心 竟然精准地挡住了每一次的东西 别输了 小小 你脑子有病吗 把儿子耍来甩去的 小小 你怎么样了 我觉得离幸福一度只有一巴掌的距离 不要让他们接近孩子了 就是 爸爸带小孩儿真美一个靠不差 那位 是你他们的吗 超小 他懂什么 小孩子童年快乐这么重要 当然要守护了 哪像他妈 整天要他上各种兴趣班 我家女儿也是 又要学钢琴 还得上书画班 像我们小时候爬树摸鱼的 都不知道多开心啊 你怎么不说话啊 老弟 你难道不是站我们这边的吗 不 我这边是单亲爸爸 所以 是吗 可要珍惜现在的自由时光啊 不要布我们的后尘 哎呀 我家那位简直是恶魔 工资都得上交 聊了几句 你们这些家伙其实也不赖嘛 要不 待会儿去喝两杯 我请客 更有此理啊 今天聚一下啊聚一下 不过要你突然请客 好像有些不太好意思 哪里话 咱们都是一家人呐 亲家公 等等 你是不是搞错什么了 我家顾西不到二十岁前 是绝对不准不允许 不可能谈恋爱前到账 可以顾西不行 台风太大了 早知道买胶带了 爸爸这窗户怎么办 果然老房子扛不住呀 窗户都掉了 爸爸 那怎么办啊 我下午找下房东吧 说是说立刻装 这可怎么下手啊 找人来定做吗 哎 那个是被风刮走的窗 太好了 玻璃好像没碎 上次坚持公司闲置的安全神 也能派上用场了 果然没坏 而且三个窗都在 赶紧回去装 哼 哼 滑轮也正常 剩下一大笔钱 搞定 完蛋了 锁上了 怎么办 现在去同学家 不到饭店不回来 他血出差了 家里的门锁了 完了完了完了 怎么办 在这儿剩五个小时 不行 冷静点 想想脱身的办法 有了 那个锅到窗口 就要从那里 就能翻回去 可恶啊 解不开 只好脱了 好 可以 小伙子 你怎么挂在外面 可以拉我一把吗 哎呀 我人还没办法 你拉一遍 你再坚持一下 不要掉了 我杀人了 我杀人了 不行 我不能让别人知道 楼吊死了 差点当场去世 那家人窗户开着 赶紧从那儿回去吧 还敢说你没偷人 借户藏在哪里 我偷什么人了 你找出来看看呀 找啊 你到时找给我看啊 干什么借户 我打死你 幸好爬得快 隔壁老王 龙氏天涯伦诺人 找到你了 你 有两个 没有啊 我是无辜的 其实我刚在楼上装窗 我是无辜的呀 我在楼上装窗 不小心被锁外面了 安全声解不开 只好脱裤子 又遇到意外衣服没了 最后掉到四楼这里 想找个窗口回去啊 我在楼上装窗 不小心被锁外面了 安全声解不开 只好脱裤子 又遇到意外衣服没了 最后掉到四楼这里 想找个窗口回去 你们两个都不是好东西 我今天就天天就跑 快点快走 你这个死房脸 怎么知道我要说什么呀 刚才楼下都看到了 快爬吧 你这个形机可疑的家伙 怎么看都是你们两个 比较可疑好吗 算了 我们先看看 有没有别的窗户开着吧 我还有开的 太好了 总算能回去了 谁 干什么呀 我宁愿摔死都不想 跟里面的不明生物 共处一室 才这么下去 你能一不小心踩空升天啊 你竟然要是兴趣了 铁钉会被囊成重口变态给抓走呀 诺明其妙挂在窗外 也很可疑好吗 我拖住了 是拖取个 趁有挂在窗外不可疑 还很正义的家伙 今天到底有多少人在外面啊 好心啊 好心啊 加油 那三个在四楼都好奇怪啊 为什么只穿地固好可心啊 丢死人了 快回去 快回去 可恶 要是惊动了警察就糟了 得赶快脱身 快看那边有人开窗了 快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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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的声音 爸爸 西仔 你怎么在外面 快回家开窗 然后把边上蓝犬身扔下来 我 我知道了 我的头 爬不出来了 都现在不容易 不好意思麻烦你了 怎么说今天也算共患难 虽然今天的生意不好 但是这点收获就送给你们吧 这怎么好意思呢 这不是 我家的床垫啊 你这狗小偷 你这混蛋是怎么进我家拖东西的 我看窗没关 就进去看看 少给我胡说八道 我装窗的时候 嗯 装好了 大宝